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两岁的楼台宝宝自诞生以来就上过两次舞台 2019年初 在周深个人巡演深空间北京站的顶唱环节 周深和声明们合唱了楼台的一小段 2019年7月份 周深邀请朱七老师作为演唱的嘉宾来到深空间 个人巡回演唱会 杭州站共同合唱了这首歌曲 楼台宝宝的身世 楼台宝宝的身体里能蕴藏的故事是 中国古代四大神话之一的梁山博和朱英台 东晋时期 会计郡上渝县住家庄玉水河边 有个住院外 生有一名叫做英台 美丽聪颖 青木木班昭 蔡文姬的才学 奈何家务良师女伴男庄去惠基郡城 也就是勺兴求学 求学的过程中啊 遇到了同区求学的书生梁山博 两人一见如故 乡谈甚欢 在草桥亭上搓土为乡 一节兄弟 羞涩的神采是朱英台在梁山博心中的第一印象 是个容貌俊美的羞涩小兄弟 两人来到了愧积成拜师入学 从此呢 同伤苦读三年之久 三年中 英台对山博是方兴暗许 山博却浑然不知 只把他当成是小兄弟 沧桑世道甚不由己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英台被许配给了太守资职马文才 祝福私女心切 催归甚急 英台只得仓促回乡了 山博才知道 英台是女子 也明了自己的心意 然而呢 美满 姻缘已然泡影 两人楼台相会 泪眼相向 欺感而变 在十八里相送途中啊 英台不断的贱物服役 暗示爱情 山博忠厚 唇婆 不解其故 英台无奈 谎称家中酒妹品贸与己酷四 愿替山博作媒 可是呢 梁山博家贫穷吗 未能够如期而至 待山博去住家求婚的时候 祝福已经将英台许配给了探守之子马文才 梁祝楼台相会临别之时 立下了誓言声不能同胎死也咬同血 然 山博忧郁成疾不久身亡了 英台闻山博暗号 事已深逊 英台被迫出嫁之时 绕道去了梁山博的墓前 祭奠在祝英台的哀动感应之下 风雨雷电大作 坟墓爆裂 英台偏然跃入坟中 目覆合拢 风亭雨棋 彩虹高悬 梁柱化为蝴蝶 在人间翩翩飞舞 周深和朱七深爱的楼台 楼台更趋于是一个故事 而不是一首歌 或者说它是一个普勒曲的文字版的故事 更贴切 朱七老是文笔精彩的创作 将整个故事宽穿于整首歌曲当中 仿佛在播放着一场电影 所以听的时候一定要看歌词 哪怕因为不专心 歌没听进去 那一定都要看歌词 切记了 想象自己捧着书在看 这歌只是耳机里的背景音 第一遍看梁山博的失落 第二遍看朱英台的悲弃 第三遍听他二人千言万语 无从说起 从此千里万里只留遗憾 拜拜 不住去欣赏这首歌 相信我你一定会上头的 虽然第一遍听可能会觉得怪怪的 多听几遍 真的会属于越听越好听的系列 小编超级喜欢这首歌的 歌曲的末尾歌词 传奇故事各执一词 也是这首歌的演唱风格了 两位歌者各自一词 像极了小两口在吵架 但吵得很绝美 周深模仿式的副歌尾随 尾着尾着两个人的声音 又成活到了一起 特别像是吵了又和好 和好了又吵 那种一问一答的演唱方式 将两人心中的纠结情思 展现的淋漓尽致 我特别惊艳的是 周深作为一个大男孩 能够把朱英台心中的羞涩 婉约 丑苦少女的情思 如此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两位青年歌者 用现代艺术的手法 给千古梁柱传奇 赋予了新的生命 足令听者欣赏之余 万千感慨 饮醉自醉 梁柱一别在楼台 楼台一别恨如海 我们在各自一词的传奇故事里 也不停每只动容而叹息 出歌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